缺姐又和这个澳大利亚的女网友聊起了 他们要不要生孩子这件事 那缺姐就问她 你说你们两口子怎么分配这个育儿劳动 她会不会糊弄养鬼子 不讲卫生 糊弄孩子 甚至孩子被她搞出毛病来 说不定还得残疾什么的 反正她也不会赶 她也不会学 她满脑子都是当孩子的土皇帝的快赶 而不是白石把尿的辛苦和脏臭 当你呢让她弄 她就得呢 是这个参照其他的城里的 因为她是进城的嘛 童童村进城的 她是参照其他的城里的男性 人家男的都不管 凭什么她就要管 她还得嫌弃你呢 搞不定你娘家父母来 这个帮你们带孩子 这带孩子呢 可不是现在你们两口子就这么点家务 那带孩子呢 那孩子大小便不能自理 又哭又闹 然后这个澳大利亚女王也就说啊 她这个周围的熟人有两个是 没有让娘家妈来 让的是婆婆过来照顾的 只有一个上海的那个 那个就熟人呢 是让她亲妈过来帮的 然后却姐就跟她说 我说婆婆就算了 就你这个抑郁症啊 你也受不了你这个婆婆的气 你知道男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吗 这男的呀 在家里最大的问题就是眼里没活 心里也没活 你催的十遍 她都会说 等会儿等会儿 这比如说啊 却姐就举例了 拿却姐老公举例 比如说却姐 这个老公 刚才就问我 这电饭包的键 是按在这个橘色 可以吗 我们家电饭包就两个键 一个是红色的煮饭键 一个是橘色的保温键 而且呢 我老公都用过好多次了 以前指使他去煮饭 他也煮过 结果呢 现在这次他还问同样的问题 这种傻逼问题 他每次都要问 就生气不生气 就让他煮个米饭 他就这么气我 你说我还能给他生孩子吗 我这脑子被驴踢了吗 这男的呢 他心里 他就是不长迹象 你跟他说啊 就是你上次告诉他 这次他还来问你 就这么简单的问题 他压根他就不走心的 比如说啊 刚才呢 又吩咐这个的 我老公呢 炒一个莲花白 他又傻喇叭机的那副嘴脸啊 就是一愁漠然 满脸愁容啊 就那种 哎呦抓瞎了 天又踏下来了 世界末日了 这个网友就劝缺解说 你就看他态度 一直这么随和的份上 你只能忍了 那你说关键是什么呢 我这老公他不长记性 他也不动脑子 还不动心 这比机器人还不好用 然后呢 这个女王也就说他老公了 说他老公呢 收拾餐具啊 不洗锅盖 不洗锅底 那确确跟他说啊 那我老公比你老公还气人 傻比习惯更多 然后就互相的啊 就说 互相吐槽对方的自己的老公 怎么怎么生活的这种啊 巨婴啊 这种 残废 就是残疾 你知道吧 他是大脑残疾 他们都是大脑残疾 然后 真的是 这真的是 确解就看自己的老公呢 生活能力不怎么样 你这种你说 你又是啊 你的这个公婆 公婆婆死了 公公呢 当时呢 当年呢 一大把年纪 他还要你照顾呢 你还要帮你带孩子 这怎么生孩子 自己老公又不给力 这孩子你说怎么生 然后呢 这个 缺解的这个网友就问啊 说 你说这男人是智障吗 缺解告诉他啊 这就是父权之文化 所有的父母都在灌男孩 灌出来的臭毛病 就全世界的大人啊 不管哪个国家 养女孩呢 都是把这个女孩 当成服务他人的 服务者来循环来培养的 养儿子啊 都是把儿子当成被人服务的 被服务者 寄生虫来骄纵的 他习惯 他从小到大 他就脑子就不在这儿 男孩脑子 你就不让他培养的 习惯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然后这个缺解的女王也就问 说全世界为什么那么多妈妈 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长大后给人当保姆呢 因为啊 缺解告诉他 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父母 都怕女儿不会做家务 被男方家退货 回娘家 回娘家占用娘家的资源 尤其是有娘家兄弟的 那绝对是扫地出门的心态 所以呢 他们养女孩呢 就等于给未来的啊 就潜在的不可知的 哪个男人家 养一个服务者的目的和心态 生怕退回回娘家了 跟娘家父母争夺 这种生活资源 跟娘家的兄弟争夺生活资源 这就是娘家父母 从小这么培养女孩的目的 然后缺姐就告诉他 我们光教训自己的巨婴老公 就已经够费心够生气了 你说你还要再搭上个孩子吗 你说你累不累 气不气 就尤其是像我们这种 第一代移民 两不靠 你跟城里人是没办法比的 你跟城里的那种独生女啊 她是有自己的啊 娘家父母 来帮手的 甚至呢 还有呢 这个公婆 人家都是本地人 双方父母都住在本地 那左帮一个 右帮一个 这孩子好歹就能拉长大 你当你这个没有元首 自己的老公又当活大爷 又当巨婴 你怎么办 你还不如机器人 机器人呢 你输入程序呢 他呢 能按照程序 他能记住这个程序 而且那机器人呢 他还不会垮着一张寡妇脸给你看 你说这个男人呢 你让他干活呢 他永远都给你摆出一副 为啥我这么倒霉的寡妇脸给你看 就没有发自内心认为自己是家庭一份子 对家庭有责任 甚至很多男的是把家当旅馆 就没有这个主观浓动性 你这怎么办呢 你这样的 你给自己添麻烦吗 就这样 你只能说 退而求其次 你就扎紧自己的裤腰带 也扎紧你老公的裤腰带 就是不要伤孩子 你不要给自己添麻烦 你添麻烦 而且养孩子没什么回报 你必须得看到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走向是怎么样的 除非是双方都是独生子女 然后双方都在自己的出生地 然后双方的父母都住在附近 双方的父母的这个家庭氛围都非常和睦 然后你把孩子养大了 然后孩子上到小学的时候 可以到处跑了 生活自理了 带着孩子玩一玩旅游一下 你这才有生孩子的乐趣 否则哪有生孩子的乐趣 只有夫妻互相的怨怼 谢谢你 谢谢观看